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親愛的同學 非常歡迎大家到台灣大學的哲學系 所開設的活用哲學課來學習 那麼這個教室稍微遠一點 大家以後來上課的時候呢 盡量趕找 否則呢就不要來了 也沒太大的差別 哲學呢 如果是純粹的哲學 真的沒用 真的沒用 我看好1983年讀哲學到現在34年 純粹哲學真的沒有太大用處 但是呢 哲學呢沒有人敢承認它沒有用處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連續快六年來 在一個財經台上負責用哲學來講財經新聞 結果生活改善很多 朋友的關係改善很多 面對哲學的理解改善很多 我覺得哲學的用處在於它是不是活用 我知道在做 我特別把這個課 開成學校的通識課 我希望每一次上這個課的時候呢 就完全像是給大家做一場財經新聞分析的演講一樣 只是在電視上十分鐘在這裡一百分鐘 讓大家可以同時學到說聽讀寫的效能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沒有學會這個本領 台大白讀了 沒有說聽讀寫 數學好不好 能不能讀電機器是神選的 神在你出身上有沒有在你頭上穩過 但是說聽讀寫是一定要下功夫的 我昨天開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坐在一個電機博士 現在在物理系教書的朱老師旁邊 我跟他說 如果問你高等維基分一套題目 難不倒你 但是能夠難倒誰 你心裡有數對不對 他說是 我說如果我問你請你解釋一下 從康德的觀點來講 知識如何可能 你認為你們電機器有幾個人可以答得出來 他說一個都沒有包含系主任 為什麼沒有 因為你不下功夫 你是不會知道這個答案 你甚至不知道這個問題有什麼意義 你甚至不知道我們幹嘛讀大學 你甚至於不知道人幹嘛要受教育 說難聽話 你根本都不知道人幹嘛要活著 這個問題不是只有你們有 我自己都有 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在幹嘛 如果我沒有讀過哲學的話 我就算讀了哲學 也經過很長一段的心路歷程 才慢慢發覺 原來哲學的目的在這裡 可是那個時候已經快50歲了 所以我趕快急起直追 我認為最大的發揮他的效能的方式 就是接觸最多的人 最不同的人 環境最不一樣的人 所以我一開始接觸管院的學生 後來我接觸商業的電台 然後我接觸出版商 然後現在大家可以到成品看所有的哲學書 至少有70%以上是我寫的推薦序 我今天帶來三本 給大家做一點課程內容的解釋 我這個很簡短的一開始 是要告訴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從遠處來講 台灣要的是精英 不是要一般人的 一般人的話不是不重要 一般人要他認命 市農工商 一般人要認命 大家都不認命 每個人都要得諾貝爾獎 可能嗎 只有傻瓜才會相信這種制度 有可能達到這個地步 很多人願意當傻瓜 我不搞 我不願意當傻瓜 我把實話講給大家聽 我告訴大家說 活用哲學是精英教育中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仔細聽好 仔細聽好 如果你沒有這個能耐 如果你沒有這個能耐 說老師我不會英文 不會法文 我不會文言文 我什麼都不會 那你滾蛋 所以老師我什麼都會的話 我說那你立定志向 什麼志向把老師幹掉 所以老師你不行 你活用不如我 期中考以後我來上 你有這個志向 那我很佩服 當然我也樂得輕鬆了 我願意坐在商務艙 我不要開飛機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好 我先跟大家先提 有關於課程的幾件事情 首先第一 我跟大家介紹助教 許淑和助教 外號 自己介紹一下 那我叫徐小花 小花 淑和的反義就是小花 從這個綽號就知道 他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人 只有他一個人在笑 第二件事情 大家最關心的 我們這個 這個課程有14週 其中 人家其中考 我們就其中考 人家其末考 我們就其末考 然後其末考的前一週溫書架 其末考的前一週溫書架 就是2018年一開始那堂課 我們不上 所以14週 中間我們就放一個 雙十節 然後我們就開始上14週的課 然後分數的分配的話呢 所以其中考 其末考都有分數 要考試 40、40 然後助教有20% 20%當中 10%是到15出席狀況 剩下5%到10% 由他來彈性調控 我上課的習慣 就是要求嚴格 但是我不在意分數的高低 所以同學有的很在意 可是對我來講 到了大學的話 只問有沒有學到東西 不問這個有沒有取得學分 因為那天我還特別 跟大家在電視前面解釋了一下 什麼叫credit credit的話呢 一般在哲學credit就是你這個人做人的信用 如果你在財經界的話credit就是錢 但你在學術界的credit就是學分啊 所以他們三個有共同的概念就是 我相信你可以讓我取得同職的報酬 在經歷過一段時間以後 所以說很多人在歐洲的銀行 就是叫瑞士銀行就叫credit 我們的學分就叫credit 就是說你們相信在這18個禮拜以後 你可以取得對於活用哲學裡面的 所有的課綱裡面所介紹的內容 大致上應該有的學術能力 大致上應該有的學術能力 如果沒有辦法取得這種學術能力 那就表示我對不起你 如果你取得了這種學術能力以後 你可以做更進一步的advanced study 所以但是我們這個是通識教育 這是第二件事情上課的情況 第三件事情 這個是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怎麼上課 希望大家讀什麼書 然後希望大家要擁有什麼樣的努力跟付出 什麼樣的閱讀 我認為 我認為 在我準備課綱的時候 我的心態跟在零開學前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我準備課綱的時候呢 我是想到說哲學到底是什麼 的這個工作 是我們每一個讀大學的人 都應該要盡得義務 不但是老師要盡得義務 學生也要盡得義務 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要怎麼樣的讓自己能夠進步 那這個怎麼樣能夠讓自己進步 是一個哲學問題 我必須承認 哲學在台灣污名化時間很長 就稱之為沒用 那沒用的哲學呢 其實真正的效果在於能夠活用它 我自己已經做了五年多快六年的準備 意思也就是說對我個人而言 的確是能夠改善生活 你怎麼賺錢 How can you make money 這件事情是哲學問題 所以大家記住 像我一到台大來教書的時候 我問學生說為什麼你們上課都沒有興趣 他說老師因為哲學沒用 我說為什麼沒用 他說因為不能賺錢 那我說好我們以此為志向 我們的這個徐曉花助教可以作證 當時在我的建議下我們做了一套戲服 一件戲服T-shirt 背面是Why do you do philosophy 正面是for money 上個這個月當中 我們兩個一起出國兩次我都有穿這件T-shirt for money 有一個人看到了 有一個在大陸有一個老闆老闆娘籍的人物 他看到我背面寫的Why do you do philosophy 他很好奇 一正面一看以後 他對我的胸部一直是 沒辦法移轉他的視線 當然我Likewise I hope English good enough to understand what I mean 然後看了一段時間以後 他說你真是一個哲學家 他說因為你的 你所丟出來的答案讓人想 Your answer makes people think 這是我們要的 這是我們要的 Your answer makes people think 然後為什麼後來在開學前的轉變了呢 因為我們開學前轉變 有沒有出現一個討論 就台灣要不要讀文言文的問題 要不要讀文言文的問題 我認為 我當時聽到這個問題 我知道因為後來是家長文會 王立生做的建議 王立生做的建議就是 他這個 他說數學要分類 那語文也應該分類 A級英文跟B級英文跟A級國文B級國文 這種分類的概念 其實在國中時代是大家都反對的 分班嘛 因為有的人天生不愛讀書 有的人是後發的 有的人有補習 有的人沒補習 資源不一樣 可是到了大學的時候 或是到了這個 我們現在這種課堂的時機當中 我就告訴大家 我覺得台灣大學因為面對一些挑戰 台灣大學面對非常多挑戰 大家可能不瞭解 我跟你們見面的話很難得 因為我在學校人員超好 學校內所有的會議 不管多高層的會議 我都在裡頭 你可以去查一查 校教評會 校務會 我都搞不清楚 常常 昨天我開會就帶錯了開會通知單 但坐在那邊居然就沒錯 我非常驚訝 就亂挑個會去開始 地點跟時間都一樣 所以表示我接觸到學校很多的這種 高層討論的內容 有一種交迫感 這個交迫感是什麼呢 請大家做決議 做決議 我現在先跟大家講這個交迫感 這也是一個哲學問題 就是說一個國家最好的大學 資源最多的大學 是應該做精英大學還是做平民大學 認為台大應該做精英大學的舉手 放下 認為台大應該做平民大學的舉手 一個 那個舉高一點 我看不清楚 因為你們兩個做得太近了 再舉高一點做平民大學 好 帶點近的同學 那絕大多數人都要做精英大學 那做平民大學的話 其實就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拒絕他 因為說你精英教育 你來呀來呀 你來我不怕 你精英大學對我來講內容 就是平民教育 你再來呀 莎士比亞 對不對 霍布斯 亞里斯多德 你來呀 希臘文 拉丁文 希伯來文我都會 我管你的 我認為這是平民教育 所以這種東西沒意義 真正的話是實質的結果 活用的力量能有能耐 所以說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這樣講 不要在意於什麼文言文 白話文什麼經驗 然後呢 要在意於什麼呢 要在於我們提供的內容 那我現在 以前大家可以知道 我上課就是 把我們的課程內容大致介紹一下 然後基本上也沒有什麼require reading 那今年就很不一樣了 今年很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我們上課的方式是這樣子 我們14堂課 我們第一堂課跟第二堂課 1-2的內容上兩小時 中間一個小時給助教 帶大家幹嘛呢 做一些我要求大家閱讀的 大家閱讀後的問題 能夠討論 那這個1-1 1-2呢 是我自己呢 把我原來呢 用了這本書呢 編成一個About Philosophy 編成一個哲學概論的課程 然後我一直大幅度的改寫 把它盡量改得跟生活切近一點 盡量改寫 然後這裡頭的話呢 因為我們有課程大綱嘛 課程大綱是可以download 你在休課之前應該看過 你有看過嗎 你有看過 課程大綱可以看得到 裡面講About Philosophy 是我們基本上的骨幹 我是用這個 因為確實說良心話 因為一個課程的話呢 如果脫離了基本概論性質的東西 讓大家完全不著編輯就沒有效果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大致上上課投影片的內容 這投影片內容的話呢 是以這個為骨幹 但是我大幅度的改寫 增加了很多內容 增加一些我覺得是活用哲學裡面的內容 比如說我們今天上課的時候講到蘇格拉底 那我強調的重點就是第一 蘇格拉底為什麼這麼重要 第二個為什麼他的思想是哲學的起源 然後第三 他為什麼會被殺掉判死刑 為什麼會服毒自殺 那這個的話呢 大家要有一種 對於哲學家的一種尊敬的感覺 因為就是說 因為就是說 事實上絕大多數人在做的 在做絕大多數人 他們極有可能 大概也就是跟著我上過這幾次哲學課了 因為很多人不是哲學系的嘛 那所以說你要建立自己的一個基礎 那怎麼樣建立更好的基礎呢 在活用哲學呢 我最近呢推薦大家一本書 這個等一下下課時間了 就放在這邊 大家拿那個手機拍一拍去買 這個書啊 哲學能做什麼 這是我推薦的書 哲學能做什麼是相識文化出的 然後呢這個 這個書呢 諸教跟我都會有 然後在這個 那個 大概成品啊 或書店啊什麼都有賣 這個是剛出版不久的書 這裡面我寫了推薦序 還有很多國內其他哲學家寫了推薦序 它這個分成十張啊 分成十張 其中的話呢 就跟我們這個上課的詛咒 完全搭配在一起 比如說 我們第一部分講哲學是什麼 然後呢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這裡頭就是它的第一章 就是如何進行理性論證 因為我們在台灣現在為止 到目前為止 大家最困擾的 是我們用情緒論證 我們感覺非常emotional 情緒 大家一提到台獨哇 熱血噴張 噴張啊 但是實際上的未來呢 沒辦法論證 為什麼 因為你用情緒啊 這個就很難論證 不好論證 這種情況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要談到的是 知識論的內容 笛卡爾 我是故我在 知識的基礎性 那這個知識的基礎性的話呢 是剛好放在第十章 就是哲學能做什麼 所以這個書名剛好叫哲學能做 What philosophy can do 然後呢 第三部分呢 我們要做形上學 形上學我們主要強調的是意識大腦 就是說到底我們認知的世界是來自於我們的大腦呢 還是我們用經驗感受到的 的這種問題 所以在這邊也提到 廣泛的提到這個 那第四章的話呢 我們要提到科學 但是第四個部分 我們提到科學 我們把它uniform只有一集 就是說被它壓縮了 這樣子 就剛好是七 七週 七週的課 所以說就是到這邊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是兩週一次 兩週一次 反正每逢雙數週 今天是單數週 雙數週的第二節課 上完以後我就走 然後助教就帶大家 所以說這個助教也聽得很清楚 這樣子的話呢 可以討論這裡面的內容 所以說我們是 哲學的定義 知識論 形上學 科學的哲學 然後接下來倫理學有兩週 這裡頭有端倫理的問題 墮胎 墮胎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是倫理的問題 在這書裡頭有寫 大家可以看 然後的話呢 還有呢 政治哲學的問題 政治哲學的問題的話呢 牽涉到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 就是這個資本主義 跟社會主義的爭鬥 然後第二個方面的話呢 就是社會契約論 第三個方面的話呢 就是社會哲學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的分類當中 就會提到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 包含大學教育 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大學教育 我剛剛問大家 大學教育究竟應該是 台灣大學了 究竟應該是精英教育 還是平民教育 很多人的話呢 就會覺得 但絕大多數人覺得精英教育 實際上答案也是精英教育了 因為那平民教育真的沒什麼太大的用處了 因為你會覺得說 平民教育的好處就是讓平民不要亂革命了 如此而已了 沒有什麼其他真正的效果了 那精英教育的話呢 精英如果愛國那不得了 那北韓都很厲害了對不對 經過幾年的努力 終於有志者勢進城了 也是滿嚇人的 所以說大家可以了解到 這個精英就是比一般人厲害了 因為上帝拣選人的時候 他並不會是按照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實際上來講在 等下我們看到蘇格拉底的時候 也會知道他的弱點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談到藝術教育 藝術教育的話我們兩部分 一個是藝術教育本身 它對社會的功能 另外一個藝術的本質上 到底有一個對社會構成什麼衝擊 這是藝術教育這有兩周 所以三個部分兩周 再加上一次宗教哲學就一周 所以這裡面的內容 剛好是搭配了我們要讀的這個部分 所以請同學注意 就是說哲學能做什麼 這個大家在相識文化 等一下我放在這邊 大家來拍一張照 拍一張照去買 這個我因為推薦 買不買 這個阿蘭·迪波頓 阿蘭·迪波頓 迪波頓 這個 他寫了一本書叫《哲學的慰藉》 這不是我推薦的 這是在我推薦之前 因為我大概兩三年來 最近染上了推薦哲學書 因為很多人問我老師我該讀什麼書 那我覺得說很麻煩 你知道嗎 還要教人家已經夠累了 還要推薦人家讀書 讀書我自己也要先讀過 所以我就敢說好 我先讀一遍寫推薦序 一邊賺錢一邊推薦 這樣沒話講 而且用文字推薦 我喜歡文字 文字負責任嘛 說完以後 像帕國坤講完以後就隨風而出 不過他YouTube 這樣情況比較不一樣 前天我們還通了電話 大家相互勉勵 繼續作亂 然後這個 所以這個《哲學的慰藉》非常好 這個書我覺得窮人就不要買了 如果說家境很窮 爸爸開計程車媽媽洗衣服不要買了 站在成品每天兩小時 十字以恆終會看完的 終會看完的 翻爛以後有人找你賠錢 打個電話給我 我來賠 我覺得這個也值得鼓勵 為什麼這個很好 這個寫了六個哲學家 阿蘭迪波頓的話 我讀完以後 我現在有事沒事 把這個書放在這個周遭 因為我受到大陸的一個語音平台的邀請 可能要做幾個哲學家的介紹 那我自己閱讀的東西 我覺得好 我有讀過我才介紹給大家 所以我也放在這邊 大家拍一下 那這個 因為這個是 他寫的內容 他只有六個哲學家 為什麼這個相較而言比較重要呢 因為對大家來講 對大家來講 這個目前為止 你要了解哲學之前 你要知道哲學家在做什麼 跟哲學的定義 所以這個事情相較而言 那他六個哲學家是挑的 比如說 希臘哲學家他挑的是 蘇格拉底 跟我們一樣 然後他就挑到希臘化哲學家 然後中世紀哲學家 然後整個 所以我認為比較有 有特別含義的 他是認為說生活當中 可以有哲學的慰藉 就是可以撫慰我們心靈的 他是介紹六個 那還有一本的話 也是阿蘭迪波頓最近剛出的 恐怕還熱的 出了在書架上 買可能還不到一個禮拜 那這個我讀完以後 這個就是很廣泛的 介紹了幾十個思想家 然後呢 裡面有我的很長的一個推薦序 我讀完了以後 那我覺得受到一個啟發 我就覺得活用哲學呢 也鼓勵同學們買這個書 這個書精裝本 這個 這個書的好處 他是把哲學思想放在第一部分 然後就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的話呢 比如說 大家現在要去提到馬其為利 是哲學家還是政治家 大家就 但是我在電視上講的時候 一提到馬其為利 大家都熱血沸騰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那個半居如半虎啊 一個做君王的人的話 胸猛要像獅子 狡猾得像狐狸 道德感是零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讓人家覺得說道德感是零 但是他死了以後 你會發覺他其實是偉大的 那是人 哪一個人不想做這種人 這個跟性別都無關啊 就政治裡面 他就是馬其為利偉大的地方 就是他最早把別人的心中 想講的話說出來啦 絕大多數人都偽善假道學啊 包含我在內啊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就老師教了一輩子 都是偽善假道學的話 你會很好混啊 對不對 老師是假的 你就這麼假裝誠懇啊 對不對 假裝的誠懇叫誠懇嗎 所以說還有如果比如說社會哲學家 托克維爾 聽都沒聽過 我告訴你 你們搞不好聽都沒聽過 他的功用是什麼 他的作用是什麼 他到底算哲學家還是算是社會學家 社會學家是讀托克維爾 馬克思算是社會學家還是哲學家 還是政治學家 大家都不一而足啊 每個人想法觀念都不一樣 但是這裡頭就把思想延伸去政治 社會 甚至於文學 文學 有的人文學當中 他的文字 文學的字眼 非常非常具有挑釁的意味 他能夠促進你思考 等一下我們就看到 我們哲學家最主要的目的 活用哲學家就是我們不是要提供解答 同學們要先搞清楚 沒有人可以提供解答 任何問題沒有人可以提供 絕對正確的解答 只有上帝有這個能耐 但是上帝到底存不存在都是問題啊 上帝存不存在都是問題 他們這解答根本就 存不存在都是問題 但是人是怎麼樣呢? 人是發問的動物啊 人會把這個世界問出來 為什麼要道德? 為什麼相信道德? 為什麼相信爭操? 為什麼有慾就可以發現? 人有三種慾望 人有實慾 有信慾 還有求知慾 你為什麼不發現你的求知慾 為什麼光發現你的信慾? 這是什麼回事? 這個我們要把問題問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說 大家要了解這種情況 這不是我現在在這邊講 這個讓大家高興 而是說思想當中包含內容 而且這一本書裡面最 最了不起的 他能講成最屌的 這本書裡面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於 他把那個時尚 設計 品牌 都當成一種思想的刺激 整個世界 現代性 現代感 現代的美感 說句良心話 請大家注意啊 我無意止傷罵懷 但我認為我們現在台灣大學學生 最缺的就是現代性的美感 我這不忍心看啊 是非常不忍心看啊 我們就是因為我們在雅各代地區 所以我們上課就是要穿的這樣子嗎? 就我們完全就是因為我們很自由 就可以穿這個樣子嗎? 老實可以穿這勇武褲來嗎? 下了課就直接跳到水池裡嗎? 還有沒有一點規範呢? 像我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還把皮鞋稍微擦了一下 我太想說 這上課皮鞋擦那麼亮幹嘛? 我說沒有人看 只有我自己 只有我自己 尊重我自己 沒有 所以我給大家推薦一下 就是說 等一下過來大家拍一下 要不然的話 助教統一啊 拍了這個書 The Great Thinkers 偉大思想家 阿蘭迪波頓 所以我們兩本阿蘭迪波頓 作為參考閱讀 原來書就沒有提到 這還不夠啊 我另外的話呢 我跟同學講 讀活用哲學 最棒的雜誌 Economist 最右派的 我跟大家講 最保守的 這個 整個想法是最自由經濟的 最符合台灣的這個論子主題的 學期剛開始有學生價 你不一定要花錢去訂 但是呢 你有事沒事呢 隨便就在網路上 download一篇兩篇 你看每一期的主要的topic 你看這些topic以後呢 你就想 哪一些跟哲學有關 哪一些跟哲學無關 你仔細一想 每件事都有關 每件事都有關 所以我覺得 這個Economist的這種刊物 因為網路上大家都有手機嘛 我覺得BBC World Service 裡面的comments 訓練英文 非常重要 那另外 就是大家盡量用網路 多讀國際新聞 比如說今天的國際頭條 今天國際頭條非常philosophical 今天國際頭條這個緬甸地區的Nasinha Rosinha 這個族群被緬甸政府不當成自己本國人 100萬人的處理的問題 這個涉及到宗教跟政治 對不對 還有族群之間的segregation 人家發生的苦難 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在台灣也有這種問題啊 對不對 我們以前前一天講的 中國人走啦 回去啊 回去台流啊 也有這種問題啊 這種問題如果搞成激烈的 會變成什麼 這個是哲學問題啊 對不對 這也是哲學問題 所以說呢 比如說我們國內的 兩岸之間的最大消息 李明哲被判了 認錯了 大家要知道啊 像年輕人一聽 像鴨子聽雷一樣 就不行啦 你要了解啊 那所以絕大多數同學的話 都會想聽到 哲學怎麼能夠活用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來跟大家介紹 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把我自己所製造的內容 就全部傳遞給大家 在大家眼前有一幅畫 見過這幅畫的舉手 放下來 那沒見過的話呢 現在也都見到了 我不浪費大家時間 我只是說西洋哲學 從這幅畫開始 那這幅畫呢 它很有名的原因 這個幅畫就叫做蘇格拉底的死 這幅畫裡面的含義非常深 其中的話呢 坐前面這個老人呢 居然是柏拉圖 誰都知道 柏拉圖跟著蘇格拉底的時候 是年輕人 然後在畫的時候 然後蘇格拉底手指著天 還在繼續講道理 手上拿的是一個毒芹菜 後來準備喝了這個 後來他喝下去 這件事情啊 對於大家來講 是所有人類歷史中發生的 最悲慘的事情 就是一個講道理合於正義的人 在一個大家公認最民主的環境裡頭 我今年的夏天剛好到了希臘 我到希臘去講希臘哲學去了 所以就站在這個 他喝毒酒而死的這個遺跡裡頭 很感慨地跟 講道說 這件事情太荒謬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來講 你所有遇到的哲學問題 只要你碰到absurdity 說太荒謬了 就忍不住一個很文雅的人都說 幹 怎麼會這個樣子 那這件事情就有哲學意涵 一般來講像你坐在這邊的話 這個椅子太舒服 所以我才睡著 這個沒有哲學意涵 豬放在這邊也一樣睡著 這個沒有哲學意涵 那有件事情非常荒謬 就是我是全班最努力的人 結果我一個人40分 其他全班90分 這怎麼回事 所以你一有問題就是 哇 這種喊出來的 這個就有哲學意涵 所以同學注意 你生活當中有非常多這種事情 除非你無病身癮 無病身癮 怎麼亂喊 這個沒有價值 所以我順便要告訴大家 你這種感覺是你個人的 所以你看到我遇到很多同學跟我講說 你敢不敢做跟人家不一樣的人不敢 為什麼 跟人家是不一樣的人沒有朋友 這個是你第二種哲學的問題 第一個哲學問題是wonder I wonder why 第二個是你有沒有辦法自己做你自己覺得對的事情 太難了 這兩件事情都很難了 你一般的社會中就讓你產生一種coherence 一種很融貫的社會 不會讓你覺得有不合宜的地方 不會讓你覺得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原諒 日落條款 然後可以任何事情的話都可以隨便 年輕人就可以造反隨便 言論自由沒有限制隨便 都可以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你生活當中的一切就很自然 可是這件事情構成了 大家知道我隨便講 柏拉圖哲學天才 哲學天才 一個人能夠用大家知道寫劇本的方式 把哲學寫出來 每讀一個劇本都感覺到上下不連貫 可是一讀起來 讀完三四本以後發覺他其實有一個 很龐大的系統在裡頭 天才 讀完讀完以後 這個系統的perceiving 就是說你能夠接受這個系統是完全來自於你閱讀的結果 這個太厲害 這影響人 這種人的話要影響各方面人 就是這種 你要讓他讀 而且書裡面當中充滿了神話 充滿了趣味 對 還有幽默感 然後大家用劇本也可以演出來 太厲害了 哲學天才 另外 手上指著天 道理 這個道理只有天才有 我剛剛講的 所有問題的答案只有天知道 人不會知道 大家千萬不要 蘇格拉底 我們那天在去戴爾菲 阿波羅的神廟 大家可以採戴爾菲 D-E-L-P-H-I 你應該Wikipedia 你要上哲學課 你要懂得一點哲學招牌 在我的建議下 我們十幾個人 就是 super rich I hope you understand the word 然後就有一個人一次就買單 每個人買一套這個T-shirt 我現在在T-shirt T-shirt就是這個 Adao Di Adaida 蘇格拉底的名言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do not know anything 每個人穿在身上 哇 每個希臘人看到了 都指著說 你們知道這什麼意思 我說知道啊 我有解釋 他說你們是哪一人 我們是中國人啊 哇 你們為什麼會有希臘文的 我說因為這句話是 治理名言 每個人要承認無知 認識自己承認無知 這是蘇格拉底的名言 所以說寫直到天 人只有 人是無知的 人是無知 包含諸葛亮在內 其實他都是無知 只有神知道 然後第三個就是 他死掉了 死掉這件事情對大家來講 是非常震撼的 像同學很哭啊什麼的 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我就等一個學生突然一下子 被槍打過腦袋死掉了 那不得了 所以整個鬧完以後 23天鬧完沒人死 太可惜了 因為人會死這個就是Eternal 只有死是Unregretable 他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回轉的 所以你做任何活動 人家對方就是怕你出人命 出人命講不清的 不出人命說 胡鬧而已啊對不對 都穿著拖鞋喝啤酒啊 百口莫變 只要有一個人穿著拖鞋 就都穿拖鞋 有啊 真的有啊 有一個 喝啤酒有一個人喝 有啊 其他再認真 因為人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統計的動物嘛 所以我是問你有沒有問 沒有問你是不是都這樣子啊 對不對 民主活動怎麼可能每一個都一樣 那就對啦 有沒有人穿拖鞋 有 有沒有人喝啤酒 有 然後有沒有人死 沒有 那不是胡鬧嗎 這個跟胡鬧差別什麼 只有量上的差別啊 沒有實質上本質上有什麼差別啊 所以2014年的時候發生這個事情 318的時候 大家都是抱著看胡鬧的心情 我那時候只有禱告千萬別死人 萬萬別死人 死人以後完了不得了 永垂千古 比如說這個李大頭 李大頭 從此任何場合中就擺出他的大頭來 對不對 因為人會死 所以蘇格拉底居然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 所以之間 快智人口 大家說雅典民主 所以說 I cannot teach anybody anything I only make them think 是我剛剛上課一直告訴大家 我們哲學只有這一件事 想要活用哲學 就想要懂得思想的力量 思想的力量告訴你說 別人說的對未必是對的 還有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但是你就說 如果你不用思想的力量 你根本沒有資格當這所學校的學生 根本就沒有資格 如果你根本連你自己的 連你自己天生具有的本能 都沒辦法照顧好 你怎麼能夠面對所有的挑戰 所有的要求 尤其是你剛讀完高中以後 我根本的一點想法都沒有 我只能夠make you think 是這個觀念 所以說蘇格拉底在西元前399年死掉的 被這個民主雅典500位人 我那天到了他們的那個雅典的國會 先是280票對220票 然後是360票對140票 第一個判他有沒有罪 第二個判什麼樣死法 然後就判了他死 結果他果然死掉了 就這一場判決 把一個大家可以了解到 如果在台灣以不公不義的理由 判了正言法是死刑 那還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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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這社會中有沒有一個好人 有一個好人他突然被一個莫名其妙 大家覺得講說給他死 結果大家都給他死 結果就真死掉 那還得了 那這樣子講求一個自由 因為大家要知道 我們講蘇格拉底的活用部分 是強調政治對我們多麼重要 你要知道在我成長的歲月當中 都不忍心講這句話 我們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 是拿著真正的幸福的天堂 是以美國作為天堂 所以大家沒有人在乎 自己這邊的環境好還是不好 都是出國的 你不信去查一查 不要我說了 尤其是工科的人 在座有一些前輩們更了解 我們經歷過那個歲月 現在美國冒出一個川普來 把美國搞得移民全部滾蛋 然後這個美國的保守勢力起來 然後那個黑白問題起來 然後這個什麼什麼種族優越起來 大家一下子發覺哇塞 這個我家裡所有親戚朋友現在都 在美國講說他要回來住了 我說對不起這裡已經很擠了 真的沒辦法了 房價很高了 為什麼出現這個轉變 因為大家發覺 民主制度如果沒有辦法達到理性的範圍 其實在哪裡都是混亂的 講起來的話 台灣其實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很亂 還是有一點髒髮 至少我們很熟悉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大家都拿這場不公不義的判刑 把它當成一個 對於所有知識分的引發的衝擊 因為這個人如果死了 他生前講的話 如果是至理名言 有道理的話 就會被大家永遠傳送 像誰 像基督徒的耶穌一樣 你想想看耶穌如果說了個半天 結果他沒死 那怎麼會有今天呢 對不對 你如果說你們讀過福音 你隨便拿福音來講 耶穌整個從出生的故事 稍微玄奇點以外 到開始傳教才四個多月就掛了 而且那個比拉多判他死刑的時候 也就是不需要多做什麼理由 問他What is truth? 我不知道你們讀不讀聖經 我是常讀的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下 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大家發覺說 哲學家的聖人 就是基督徒做的神 所以哲學家死於一個民主的環境中 而耶穌基督這個神的兒子 居然死在一個 號稱最強盛的羅馬帝國 理下 這兩點所構成的震撼 確實是沒有辦法用這種單純的事件來形容 而構成了世界上可以影響 所以說 就是說 耶穌跟索克拉斯 他們 they have a lot of things in common they all got the beards they got their sandals 脫鞋 穿著脫鞋 all the time teaching through parable 他們用了很多預言 然後matredome 那麼 就是說 but there is where we fi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fter there are matredome one of them got better 他講的是耶穌 就是說宗教跟哲學的差別 哲學其實是一種自我 自我提升的一個工作了 宗教是一個集體提升的工作 這是唯一的差別 但是哲學跟宗教的性能還是滿類似的 就是哲學的工作就是要自己建立自己的信心 所以同學在這邊的話要想到 我個人就注意到了 我們的高中教育 大家太容易相信老師的話了 集體相信 集體跟隨 大家要知道 在我讀書的時候我一個人讀字 我家裡給我準備了兩頓房子前 我自己拿了錢出國讀書 是我選擇哲學的時候 人家都不能夠理解我在做什麼選擇 瘋子 我沒有去美國 我去了歐洲讀書的時候 大家覺得我瘋了 我想學 可是我堅持我自己做的事情 雖然我自己幾度不是一度 幾度懷疑 對不對 因為很難 但是我事後的結果我發覺非常爽 為什麼你經歷過困難以後 是你自己做的選擇 沒有人可以跟你比拟啊 你懂嗎 因為你現在如果沒有特色的話 將來你永遠是個 差點 說吧 廢物啊 因為你跟人家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人家都有啊 你想不想當廢物 你只要坐在那邊不動 你就是廢物 學如溺水行舟不進則退 是不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們現在 我剛剛一來一大堆找我 稚嫩的表情 剛剛脫離了高中的苦海 準備跳到另外一個地獄 在這邊講 不忍心講 也不是說不聽老師的就對 也不是說聽老師就對 你要自己的說法說一套啊 現在就要你說 你先學會發問吧 先學會發問 發問不容易啊 發問很不容易 首先第一個 這個講的人他東西 你要有能夠自動系統化 叫做Auto-Systematization 你怎麼聽都不行 我在國外上課 等了三年我再聽懂老師在講什麼 不是光會聊天啊 我在啤酒館裡面很厲害啊 酒量很好 但是沒有用啊 老師講的他有他的系統 你要聽得出來 你也要來 等了三年不但聽得懂系統 還把他講義的重點記錄下來 可以考試 哇 三年 前三年的話都是借筆記啊 昏昏惡惡的 然後三年後把別人系統化以後 到了第四年開始懂得發問的技巧 在這個整個系統當中檢查 跟你自己的系統做比較 不一樣的地方就問 從你這個角度來講 跟從另外一個角度一對比以下 這點不同 到底哪一個對 練習的發問沒有學過這個 將來永遠被逼的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的學生 絕大多數都有社交功能障礙 只有下課時間稍微活潑一點 一上課全部stuck住 被迷住 不知道幹什麼 為什麼 教育有問題 因為教你那個老師 他就有社交功能障礙 他只講他熟悉的 很神 一下課又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9月16號我要到台中醫中演講 我就要把這段話說出來 我看一下台中醫中老師 到底有幾個社交功能障礙 要不要檢討出來 確實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可以在這邊力推 我跟你講好了 你們將來去讀文科的人 將來出國留學 你會非常驚訝的發現一件事情 在台灣 數學好的人 一定有社交功能障礙 程度好的人一定有社交功能障礙 要不然就是雅士伯格陣 像柯文哲那樣子 不知道在講什麼 Despite the fact 他們都說我跟他長得像 我在開玩笑 但是 但是你到國外的話 你就會發現 他們讀文科的人照樣是開開而談 數學好的人照樣開開而談 他們的表達能力透過了哲學的訓練 這個重要的差別 我們認識蘇格拉底有四個線索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 就是他當時還沒死他就有名了 第一個就是柏拉圖 柏拉圖非常重要 就是說柏拉圖是他的學生 公認的學生 他把他這個蘇格拉底在他的整個 辯護自己的過程中寫成了 蘇格拉底跟公訴人之間辯論 把他記錄下來 那在這個紀錄的紀錄當中他強調 蘇格拉底是自我知識的啟蒙人 你只要記住這件事就好 就是說哲學裡面真正受惠的人 是你跟人家對話 你跟人家對話但是真正受惠的人 所以我們常講一個經驗 哲學追求一種感覺叫 Aha experience 大家知道英文在 你在什麼情況下會說Aha 就是我要understand it so far 對不對 所以這種Aha這種感覺非常重要 因為人一般來講的話很少有這種機會 因為你自己每天面對的窗子 你怎麼會Aha呢 對不對 別人講著講著你突然想 他原來受到刺激嘛 因為你自己活在你自己的生活當中 就沒有受到刺激的機會 所以哲學對話的好處在這裡 這個就是個活用的一個案例 這非常重要 然後的話 然後這個自我知識 然後用透過對話 所以這個蘇格拉底跟柏拉圖 第二個Synophone Synophone的話你們比較不注意 因為他也是另外一個人 是跟柏拉圖一起聽蘇格拉底的課 但是Synophone跟蘇格拉底一起打了 皮羅奔尼莎戰爭 請同學回去好好翻譯翻一下Google 或者現在可以翻一下Google 皮羅奔尼莎 我修西底德 Tus Titus 修西底德 這個同學們一定要了解 這是改變歷史 最近有一本美國很有名的書 叫做中美之間的博弈 叫做修西底德陷阱 這個同學們一定要懂 一定要懂 就是說中美現在大國崛起 你還能不能夠 繼續這樣子快樂的活下去 就完全看修西底德的陷阱會不會發生 大家能不能夠想像中 如果有一天台灣滅亡了 能不能想像這個事情 如果大國博弈之間交換 美國打北韓然後中國打台灣 你能不能想像這件事情 你可以想像的話你要做好準備 你要當二臣還是要當就是 一個人拿著這個槍自殺怎麼樣 隨便 就這個很嚴肅的事情 但是修西底德陷阱是在講什麼 它是真的還是假的還是胡扯八道的 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在建構的過程當中也要解構 所以同學我都完全不能了解 就是講到你的未來還有人在睡覺 那太可怕了嘛 那這種人早就應該送到那種 對不起 這種人應該多睡一下 臨危不亂啊 修西德先生對不對 臨危不亂 因為你自己已經變成了 全世界最Hot Topic中的主角 他居然聽著聽著還睡著了 表示 表示你爸真有本領 所以我常常講笑話 就是每個人拿著身分證背過來 就在那邊猜字三個 第一個 鍋 快中了 第二個 鍋台 第三個字 哇靠 熊 不是明 差一點 沒種 那你就要面對未來 所以這個是 這個 Chenophone的話呢 他記錄了柏拉圖最有名的幾個對話 饗宴片 辯護片 還有他Memorabilia Memorabilia 就是他對於蘇格拉底生平的回憶 這個Chenophone的記錄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可以有個對比 讓我們知道柏拉圖的記錄是正確的 還是下掰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他說明了蘇格拉底的人生 這個書裡面最讓人震撼的地方是 蘇格拉底什麼人都可以聊 努力的小孩啊 甚至於他花了很長時間 跟一個雅典城內最有名的冥妓 妓女 花魁 冥妓叫花魁 第一名 這個最 所有的故事寫冥妓 都會紅 好聽嘛 不是好聽 是好看 寫老稿都不會紅 那老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一樣 這個今天不是討論色情這個時候 好 那麼這個做一個 那另外這是 Dememorabilia 然後另外Aristophon 這個是 希臘 古希臘在蘇格拉底世代中 很有名的一個劇作家 希臘人愛看戲 非常愛看戲 你到了雅典去的時候了 目前維持真正的古蹟留存下來的 完整的 是一個幾個劇作家比賽 比賽以後呢 得獎的人 立一塊十倍 那個十倍 Sophie Class的十倍還在 就是 就是大家目前考證出來 非常 那有個戲叫Klaus 叫雲 裡面醜化了 蘇格拉底 把他這個蘇格拉底講成一個 懂得辯論 但是談不出什麼真理的人 而且呢是一個 這個代表一般雅典人 如何看待蘇格拉底 這個 從柏拉圖的角度來講 這個就是從貴族的精英的角度看 這個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可是從一般雅典人的角度來看 蘇格拉底根本就是個廢物 只會跟那些貴族啊 漂亮的年輕人啊 因為古希臘人的話 他們 雙性戀的比例非常高啊 大家不相信我的話 去讀一讀柏拉圖的symposium 大家對於這個男性的這種 這種智慧還有身體的這種愛慕 這個這個是非常直接的 所以我覺得說在台灣現在 講到那個同性戀的人 就是等於是古希臘時代的跟班了 就是差遠了我告訴你 因為這個他們有幾個具體的理由嘛 第一個你對於有智慧的人的愛慕 所以我現在就在很努力 希望讓自己多一點智慧 就有人會愛慕我 就很自然的努力 要不然的話你努力幹嘛 就希望別人對你的愛戴嘛 那都是一個愛嘛 很多人覺得說哎呀不一樣愛 我對老師的愛跟對那個 對那個男女朋友的愛不一樣 鬼扯 愛就是愛哪有什麼不一樣 同樣的感情啊 就是基督徒發明哎呀我對神是這個 這個阿嘎貝 我對於朋友是菲利亞 我對於性愛是Eros ErodicaErosAaa什麼的這種 沒有啊 柏拉圖認為愛就是愛 就是Eros 就是小丘比特就是 你愛本身來講就這個東西 這個 所以說對於這個 當時的這個雅典的社會 對我們來講 它是他們的道德觀念 跟我們想法不一樣 所以人啊 艾亞太亞軍隊裡的袍澤 奮勇沙地 希臘人相信的是神話嘛 神話最有名的是伊利亞德跟奧地塞 讀過沒有 伊利亞德裡面最有名的故事 就是征服特洛伊嘛 叫木馬圖城記 聽過沒有 木馬圖城記裡面最重要的故事情節 就是兩個英雄 阿基利斯跟Hector之間的戰爭嘛 對不對 那阿基利斯為什麼要把Hector殺掉 因為他的愛人是個男性的 袍澤嘛 同樣打仗的人被Hector殺掉了 袍澤之間為什麼說跟親兄弟一樣 結果有人殺了我弟弟 我就把他哥哥殺了 這個才有戰鬥意志啊 對不對 這個要透過愛才能夠傳遞這種訊息啊 所以你看了整個希臘神話中殘忍再殘忍 就是為了努力殺敵啊 沒有像我們現在這種 兵役變成替代役這種搞法 沒有啊 就只有殘忍更殘忍 所以這個大家要看清楚歷史的現實啊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個是演到那個克勞斯裡面的劇場的效果 另外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的話的情況就比較特別 就是說亞里斯多德哲學中主要的影響力偏向倫理學的部分 就是他真的是用一種哲學系統來解讀蘇格拉底 哲學系統 尤其是從普世 從Universal的角度 因為你如果讀了柏拉圖的對話錄 我現在問一下同學 在上課之前 讀過柏拉圖任何一篇對話錄中的任何一句的人舉手 那個最後面那個同學你讀過哪一篇 就沒戴眼鏡那個 對 Critol 蛤 Critol Critol 因為他很多的這個短篇的對話錄 讀完以後看不懂的 不知道在講什麼 討論來討論去兩根在一起 最近有一個叫斐德洛篇 商周出的 翻譯的人 我的學生姓孫 孫友榮 我幫他寫了一個很長寫得很棒的一個推薦序 他在巴黎教這個課 他那個指定 從法國回來來看我 指定要我幫他寫推薦序 他寫了斐德洛篇 比較長的 那我特別提到看柏拉圖的對話錄 是人生的一種精緻 就像那個女生喜歡提包包嘛 那一般來講學生都提coach 錢不多嘛 或者是lanchon 普通牌子變成名牌 誰知道怎麼變的 稍微好一點的Louis Védon 稍微好一點 等到真正的嫁給富二代的兒子的時候 對不起 嫁給富一代的兒子的時候 變成富二代的太太的時候 就提這個愛馬仕嘛 價錢都是十倍 十倍 十倍 感覺上 但是你讀書的時候 真正的高手讀書 當然是柏拉圖的對話錄了 為什麼柏拉圖的對話錄是高手讀書呢 因為正常人讀不懂啊 那智商很低的人讀完以後 富惠風雅 像我在台大校園隨風而吹 吹到哪一夜 讀哪一夜 就等著我要追著女朋友來 這種書讀得有屁用啊 對不對 這個假的啊 真正的話呢 夜深人靜的時候 對不對 到了晚上十二點喝一杯濃咖啡下去 哇 然後點了一盞燈 全部關掉 讀Creator的時候 讀Phaedos 讀Creator的時候 就讀到蘇格拉底要死的時候 突然感覺到那個對話超偉大的 那個書像真子一樣 那個書 哇 晚上夜深人靜 會伸出手來把你拉進去啊 為什麼 像同仁志一樣 因為你那個對話錄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插話啊 比如說蘇格拉底講說如果這樣 正義是這樣子的話呢 我問你有權的人是不是就有正義 你馬上講No 不對 有權的人的話呢 他也要必須遵循一些普世價值 才能夠擁有正義 突然一看底下的人講說不 普世價值並不存在 那你講的是什麼不存在 你自己變成寫下去了 你自己不再寫下去講說 我感覺到沒有普世價值 我就不要讀你的書 對方講那你不要讀啊 那誰叫你來讀了 他說可是我已經喝了咖啡了 我媽非讀不可 對不對 感覺到你就進去了 哪有書這麼屌的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所以你一夜下來以後 我太想說你做完幹嘛了 一個人要不要妖精打架 我說不不不 我這個人 我是搞了一晚上的 我白天要睡覺了 就精神上非常充沛 是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公認的三責任 他們的道理 其實都日常生活當中都有 比如說柏拉圖講的就是一種 精英式的一種教育 談的都是最高的理想 柏拉圖式的性愛 是跟性就無關的了 柳夏慧一樣 對不對 文風不動 然後的話 如果到了塞諾鳳的話 講說其實蘇格拉底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只是不修蝙蝠 出現了另外一個學派 大家知道哲學界當中有另外一種人 叫犬儒學派 犬儒學派的話非常了不起啊 能夠看破世俗間的一切的名利啊 對不對 現在大家講到 剛剛講到名牌啊什麼各方面 犬儒學派的話 來講說這些東西有什麼用 你的道德不高的話 你帶的名牌算什麼東西 對不對 有的時候你會發覺說 我自己就特別注意過 你們還好 我平常說進行一些商業演講 看到第一排那些女生 臉做得跟什麼一樣 我就盯著那個臉看 她突然缺乏自信 你看什麼 你看什麼 我說你漂亮 幹嘛 我看那個關你什麼事情 變得很緊張 為什麼 假的 就這麼簡單啊 對不對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因為什麼越看 我說你應該高興啊 我是很高興啊 我說你笑了 我剛剛笑過了 臉不會動啊 是吧 這問題來了 多了咧 所以你本身來講 所以犬儒學派講說 我們不要在乎長什麼樣 這也是一種人生觀啊 很重要 你要了解犬儒學派基本上 那種活躍像我們很多學生 不曉得真窮還是假窮 像我以前在這個教室 我後來為什麼不喜歡來這個教室上課 我在教室上課的時候 前面有一個學生 就喜歡坐這個位置 很前面 我也喜歡前面 然後他一來的時候就是 一坐下來就馬上 他穿那種很爛的那種 那種搞得很髒 好像剛拆完房子那種夾腳拖 坐在那邊 然後腳翹在那邊 還喜歡抖抖抖抖 還掉下拖鞋來那個樣子 然後他來的時候 三分鐘內一定睡著 老師 有時候還滴口水什麼的 我把他叫起來以後 我跟他說 你 你是不是虛無主義者 是是是是 我說你有沒有走錯教室 老師不要問我了 我累了 我說我認定你走錯教室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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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來 還坐前面 我現在忍無可忍的 乾脆坐在他身上上課 他睡不著了 好 所以說按照這種情況 大家可以了解 蘇格拉底跟古希臘社會分歧 蘇格拉底跟古希臘社會分歧 討論到蘇格拉底的時候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用這種方式 來介紹蘇格拉底這個人 那大家聽到以後覺得說 這個人是跟 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是一個被社會討厭的人 是一個被判死刑的人 是一個有很偉大學生的人 是吸引了很多年輕人 其中包含了一個軍人叫阿斯比亞特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軍人 後來背叛了雅典的一個軍人 號稱古希臘時代最美的男人 你在網路上可以找到 你知道大家知道那個 你知道那個希臘人 希臘人廢物 希臘人現在欠债廢物 但希臘人偉大一點什麼 希臘人今天會變窮實在是太可惜了 因為希臘人他們創造了美的觀念 所有整形的人的形狀 就是拿希臘人的鼻子、眼睛、身體 你有沒有看那個斯巴達三百電影 每一個戰士不管年紀多大 七十歲的人都有腹肌 看到沒有 這不正常嘛 這根本假的 你看中國的山水化 二十多歲的人跟七十多歲的人 都有一個大肚子 這才正常嘛 對不對 這才正常啊 對不對 但是希臘人的話 就是創造出美的概念啊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講的話 我們看一般來講的話 瘦高細白就是美顏的標準 就是希臘人的長相啊 就是他們的長相啊 所以說了不起 所以希臘人的話呢 他們這個社會很了不起 但是這個人當中 他做了一些重要的一個影響 為什麼他會被判死去 為什麼他的生平是這樣 所以同學要了解這件事情 如果 如果你今天活在一個不公不義的時代 我姓怨嘛 叫怨舉證 我給你一個coding 你在這個713 713 你只要打怨與713 那你就可以發現 其中 有一群這個逃難的人 從大陸逃到台灣 有個校長姓怨 帶了一群學生 有個校長其實姓張啦 有個訓導主任姓怨 一到台灣後 進不了台灣就在澎湖 到澎湖沒有多久 校長就被槍斃了 槍斃喔 反共戰士叫槍斃喔 你知道什麼叫 他帶了五個學生 兩個校長被槍斃 後來那個訓導主任 因為他學文科的 跑不了台灣 只好變成校長 有沒有薪水我都不曉得 就你可以發覺 如果你活在一個不公不義的社會 如果這個信義院的訓導主任 後來變成校長 他的兒子每一年要到景美的人權博物館 去介紹什麼叫做外省二二八的時候 你要想盡辦法想到那個時代 如果是你活在不公不義的環境裡頭 你會怎麼樣 如果是你活在不公不義你會怎麼樣 樓以上且偷生 你要自殺嗎 還是要努力考到台大 然後拿到獎學金到美國去 你懂嗎 這個叫做白色恐怖 就是我經歷過那個父母那種 切身的感覺 所以非常了解 就這是哲學問題 我昨天在準備行上學的時候 講到霍布斯 他說自由跟害怕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 你以為你很自由 其實是你不害怕 如果你害怕的時候 你就會照規矩做 你不會是自由的 我一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非常感慨我就補上一句 這是現代政治中的最主要的關鍵 為什麼到今天這個時代 一方面有福山講民主的終結 另外一方面有北韓的金山胖 看到別人上演一出一出的醜劇 覺得很好笑 你完全沒有想到你的父母就經歷過那個時代 現在大家在問這個不是找誰來負責的問題 這是大家問為什麼的時候 因為如果我們忽略了權力的本質 這種事情就會再度地出現 對不對 現在我問大家有一次 上個禮拜 我在這個 金山胖試驗的 這個飛彈跟做這個四暴清淡的時候 我就說 大家一定要認清權力的本質是來自於 極權的社會會產生效率 民主的社會會降低效率 那主要的理由就是極權的效率 唯一能夠集中的就是科技的發展 不是我講 我們在座如果有工學院的學生 他就會了解 工科的學生他所負擔的社會責任 跟一般的學生不一樣 為什麼極權的國家大部分都是工科學生主政 為什麼 大家可以心裡想一想 因為工科的學生他遇到山就把山挖開 遇到海就把海填平 我對面那個同事就是機械系畢業 問他說你為什麼不繼續搞你的機械 跑來跟我們哲學家搶飯玩 他說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你在一個民主社會 你沒有那種相對應的政治權利 你沒有機會發揮你的所學啊 這個是鐵一般的政治權利 在今天在我們的眼前中就是明顯地上演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始跟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學校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台大到底要發展是精英 還是要發展平民教育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選擇啊 發展平民教育的人的話 根本就不了解人的權利本質是什麼啊 哪來的平民啊 如果你要追求國家的發展的話 如果你稍微有一點歷史感的話 如果說你一點歷史感都沒有的話呢 那我覺得你要承認這個事實是最重要的 所以說在那個相較於當時的話 古希臘時代會發生這個事情 對大家來講很震撼你知道嗎 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在你的周遭 是很震撼的事情 心中有話不敢說 你知道那什麼感覺 那種痛苦你知道什麼 所以我打從心底我就沒辦法忍受 突然一下年輕人變得神勇得很 沒辦法忍受 今天早上的頭條 《中國時報》頭條李明哲的認錯 你仔細看看裡面的案件 它就是哲學問題 它就是哲學問題 當你不怕的時候你覺得你很自由 當你怕的時候你覺得你不自由 這不是我剛剛講的霍夫斯講的話嗎 我們第五個禮拜會上到這個課 所以很多人要 很多人講到應該珍惜自由 屁 不是珍惜不珍惜問題 而是完完全全了解 這個概念本身說的是什麼 很多人會覺得說 講這個都沒有用 反正我將來要到美國去 美國也不例外 美國也不例外 上上上個禮拜在Virginia發生的事情 也說明美國也不例外 哪裡人都不會例外 只要是人就會有政治的本質 什麼是城邦 城邦就是一個國家 很多人不了解 城邦如果不採用寡頭制 也不用民主政治剩下的選項是國王政治嗎 城邦本身來講 大家都知道希臘的城邦最特殊的點 就是他是一個眾人意志所決定的政治制度 城邦本身來講二三十萬人 其中公民 男性的公民七八萬人 主宰了社會 國家的一切 底下每一個人都有好幾個奴隸 每個家裡都有好幾個奴隸 在這種情況下 所以城邦本身所享有的資源 那麼他們的選項很自然而然 這些公民就是一種精英制度 大家瞭解 大家瞭解一件事情 我有時候發覺人很奇怪 我在海外看到的英國人 香港 新加坡甚至在台灣碰到的英國人 沒有見過不好的 我在比利時讀書碰到的英國人都是很優秀 我第一次看到比較差的很野蠻的 不穿衣服上衣的Hooligans 是在英國看到的 我非常驚訝 我不知道班上有沒有同學是從香港 新加坡 或者說跟英國比較有關Australia來的 我覺得非常奇特 我發覺當每一個人自己被送到國外去的時候 你知道嗎 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其中最優秀的是解放軍 就是人送出去以後的那種榮譽感 在人家面前的表現的榮譽感 遠比自己在國家耍賴要強烈太多了 所以說這種國際的關係很重要 對 就是這也是為什麼我鼓勵大家 雖然我們國際關係並不非常發達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學英文 我們看英文書讀Economist的 平常有事沒事讀一讀BBC 英文一定要好 故事第一次不來正事 無由以待之 每個人都要以 因為是台南人關係 都要以自己把自己當成外交官來期許 哪一個學業當中都有可能 像我也可能當哲學外交官 事實上我已經做了很多次這種工作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這種自我期許精神 那麼如果蘇格拉瓦認同國王政治 但他會認同國王的絕對權利 所以這一些問題我現在要開始 讓大家了解什麼是城邦 我們對於城邦有很大的誤解 尤其是在今天 我們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誤解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認為 受到亞里斯多德的影響 認為人人是政治的動物 我跟大家先強調一個重點 不管你愛聽不愛聽 所有活用哲學的投射點 就是政治 人的存在就是政治 為什麼 因為你一個人沒有辦法展現你的能耐 但是在一個政治環境中可以 我今年過年 就是九個月前 八個月前 我在新加坡過年 我在新加坡過年的時候 我習慣 我喜歡歷史 因為新加坡歷史最好讀就五十年嘛 一下就讀完了 然後我再去他的歷史博物館 去他的人種博物館 我當時就很感慨 因為新加坡跟台灣人長得一模一樣 用的一樣的方言 都是客家人為主 都一樣 完全一樣 你知道嗎 都是這個樣子 白白土土的 都很像 都非常非常像 那為什麼他們薪水是我們三倍 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 所以你了解的越多 你會發覺人確實是政治的動物 亞里斯多德說得很對 亞里斯多德有一本書很重要 叫Politics 你只要讀前面的三頁你就明白了 Politics前面三頁它有三章 就是亞里斯多德政治學 現在讀書都很方便 如果說把這句話翻成政治動物 那麼是說的是個別不同的人 所以人人都有這個政治能力 所以政治很簡單就是管理眾人之事 這是我們的誤解 這是我們一個很嚴重的誤解 我告訴大家說城市國家 這是盧森堡的一個照片 就是說他講的其實就是一個國家 強調這國家裡面的是一個社群 什麼叫做社群 就City State的話 這個社群就是說大家的共識很高 這個動視高到對別人很殘忍 對自己非常非常講求制度 的這種國家 愛國心是絕對確立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Patriotism 大家知道我們在座一定有美國人 剛剛講那個英文比較好 中文比較差的 他一定是美國人 不過很遺憾的 他比較累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美國人 他就知道美國是一個愛國主義 非常非常非常強烈的國家 強烈到幾乎無恥 American first 在American interest的理由下 可以退出巴黎協定 全世界有190個國家簽的約 說退就退 沒有舉行大型的抗議 我在注意的時候 川普上台以後 我每次看到所有的 anti-immigration anti-global warming anti-free trade 所有的決策做以後 我都在觀察 第一 第二天示威的人數 第二 示威的天數 第三 示威人本身是不是美國的主體 三次 示威的人數從來沒有超過幾百人 示威的天數沒有超過三天 示威的主體 絕大多數人不是白人 我就知道 美國這個國家是一個哲學的產物 你知道什麼叫anti-immigration 美國是因為移民而大的 像比如說你台大電機系畢業到美國工作 這個整個社會所有的資源攻擊你 你趴一下到了Silicon Valley後 跟美國人 替美國做牛做馬 你完全忘掉了 美國人還告訴你說你要愛美國 不愛美國你滾蛋 馬上愛愛愛愛愛愛 十一住行都改變 然後什麼叫做anti-free trade 美國講如果你不給我好處 我不跟你來往 我不買你的東西 那只好給他好處 什麼叫做anti-global warming 就是說美國人可以繼續擁有這種生活 現在開車到這個台大校園去打籃球 再開車回來 不會覺得說這兩件事情有什麼衝突 別的人的話就要好好運動一下 像這種情況下 那你就要了解 美國的社會當中他們的共識有多高 他們的愛國主義有多強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 美國是基本上從我們的角度來講 這全世界最嚴格來講不是很道德 不是很道德 因為你讓人家移民到美國去 人家國家就垮了 這我親眼看到這個 你不給人家free trade的話 人家生活當中永遠動亂 因為你佔的資源太富了嘛 再之後很多人都去過美國 美國太富以後太大了嘛 那開什麼玩笑 對不對 然後你不搞格羅伯窩明的話 格羅伯窩明一定會持續下去嘛 這個對我們來講 從倫理學來講不道德 但是美國人不以為武啊 他的社會共識非常高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他的公民有種優越感 這種公民的優越感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認為他公民自認高人一等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觀點 比如說台大學生有優越感 自認高人一等 那台大學生就站出來的話 他的十一柱形都要表現出他的elegance 對不對 所以我們學校只有一個學校 醫學系的醫院醫生 還會拉拉小提琴做個樣子 其他人根本都沒有這回事 每一個工科的老師 全部都穿著拖鞋逛來逛去的 我都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我現在講這句話的主要的用意 就是說要強調古希臘社會的優越感 另外的話 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的話請大家就了解 就是說政治制度當中有三種 一個人的 多數人的 少數人的 然後亞里斯多德把它分成 衛公還是衛師 很簡單 就三乘以二就是六 一個人的衛公就叫monarchy 國王制度 一個人衛師的話叫teranny 就是暴君制度 其實我們暴君這個字翻譯的 中文跟英文差別非常大 teranny是講一個人擁有權利 為自己 但是他為自己的同時 並不代表他沒有能力 但我們這邊認為暴君就 因為我們有那種 那種悲天憫人的心情 所以在翻譯成暴君政治 不可能認為暴君政治 還有任何好處 你錯了 有些人的話在暴君政治底下 他照樣 一個人為了自己 另外一群人的話 好處 為公的叫aristocracy aristocracy 這個字太棒了 這個字太優美了 aristocratic 你一定要學會 一定要發音要清楚 要exaggerate 就aristocratic 為什麼 因為arist 因為希臘文的arede 就是你的virtue 是代表一種高貴的象徵 因為希臘文叫are 就是高人一等的意思 aristocracy 就是are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像這個戰神arees 在羅馬人實在叫Mars那個字arees arees 就是arede 就是這個高貴的意思 就是貴族政治 比如說 你看到這個 我剛剛講的在海外工作的英國人 他們就很信這個 像美國的這個精英教育 Libera College的學生 是美國的精英 這個是非常重要 但是一群人為了自己 叫origarchy origa 就是為了錢 origa 就是少數人掌握了絕大多資源 寡頭政治 我們翻譯成寡頭政治 那多數人的壞的制度 為私的democracy democracy 這是壞的制度 那好的制度就是polity 就是大家能夠結合在一起 一個人的少數人 多數人的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一個區別 那這個讓大家可以了解到 然後這個因此我在這邊解釋的比較清楚 現實上只有少數的有才能的人 才能夠 能夠治理嘛 這個大家都可以了解 大家都可以了解這個 我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怕大家累了 我們坦白 我講得夠坦白了 也希望大家坦白 認為 因為我們班上有少數幾個師大的 師大跟臺大其實也接近了 認為我台大畢業 將來工作薪水就是應該比其他大學畢業人高一點的舉手 應該的 高一點的舉手 三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發假 絕大多數人都是外校來旁聽的嗎 還是認為說 我是作弊進台大的 所以薪水就不應該高一點 沒有努力過 還是說薪水應該是 像共產主義社會一樣 大家平均 只要有台大哲學系畢業的薪水就好 再給大家最後 我非常驚訝 我本來以為講說 本來我的課沒辦法上了 本來想刀過來講的 現在突然一下 大家都這麼有公共參與意識 再問一下 算了不要問了 問了也白問 大家真的有這種想法 大家真的這樣想法 認為薪水的高低不重要 所以剛剛沒有舉手的那些人 根本不想工作的舉手 弟弟 真的有這種人 喝口水 壓驚或什麼 因為你這個問題的邏輯 在我的邏輯之前 我更不想工作 我管他個屁薪水啊 什麼跟台大幣有什麼關係 就是 你是這種邏輯嘛對不對 你就這種邏輯嘛 就是說 我自己都不要薪水了 我管他高跟低 是不是這種邏輯 還是說你邏輯沒有邏輯 差不多啊 就這種情況 那這個 看樣子我上課的方針是有錯誤的啦 因為沒有辦法激發大家這種 要做高人一等的雄心壯志嘛 因為 因為我說 如果你想要賺比別人多的薪水 那你就要表現出來 know how to behave yourself you know 對不對 Otherwise how can you get a higher salary than the others 對不對 you got the average income already is fair to you 就這種情況 但現在沒有了 現在完全沒有了 現在大家已經是 不曉得這個意志被誰消磨的 像我們班上有很多老一輩人在旁聽的 你們出去不要亂講 你們繼續講說 哎呀台大學生雄心壯志啊 什麼的 他們出去講說台大學生 人家對薪水都沒興趣了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這我們上課的重點不是哲學了 變成薪水調查了 好 那我 不管怎麼講 這個蘇格拉底啊 這個拒絕在兩者之間做選擇 我把這個哪兩者 就是拒絕在 君主政治 的一個能幹的 之外 一群人 跟一群少 一群多數的人 跟一群少數的精英 之間做出選擇 他拒絕在這兩者之間做選擇 因為在古希臘的民主社會中 這兩點 是很明顯必須做選擇的 那麼 我們現在繼續回到蘇格拉底 繼續回到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拒絕在民主政治 跟貴族政治之間做選擇 只是說政治應該交給那些 知道如何治理的人來治理 這一件事情在解釋上來講 應該說是一個道理 因為你讀柏拉圖的理想國當中 有一個很有名的船叫做 The Boat of Fools 愚人之船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查一下愚人之船 這裡面講說 請問你 要開船了 這個船長是用民主選出來的 還是由那個會開船的人來開 請問你應該是哪一個 船長怎麼推選呢? 廢話當然是船長開 問題是誰? 船長怎麼出來的? 船長是民主選出來的呢? 還是由會開船的人來開? 那這個問題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也不需要我多說 但是他就強調了說 萬一問題是怎麼樣把這個人找出來 然後這個人萬一是暴君怎麼辦? 那這個人到底存不存在 就是知道如何做政治 如何管理政治 這件事情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面對的問題是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問政治人物好或是不好 壞或是不壞 只要問他這個人有沒有辦法懂得治理 這個問題 意思就是說這個是找不到的 但是因為他擁有絕對的權利 所以這個人可能不存在 但政治總需要治理的人 這也是因為這個原物 所以當時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一個主要理由 是因為有的人認為他實際上 是贊成了國家的暴君政治 所以說違背了雅典的民主精神 那這一件事情在那個傳統當中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無論如何蘇格拉底認為 在否定寡頭政治跟民主政治之後 國王政治是城邦應該採用的制度 所以這個是一個 思想上的一個升級吧 同學們要了解 同學們要了解 我剛剛講的愚人之傳 你們可以先去讀 讀以後有感覺 然後我們就有討論的時間 上課的時候我可以鼓勵大家發問 可以講說 老是政治應該就是按照民族選舉 還是要找出那個真正懂得治理的人 這個之間構成問題還不是問題 這個是不是問題都是一個哲學問題 我覺得最難得的是這個問題在2500年前 就已經在柏拉圖的書裡被問過了 我們今天面對的完全一樣的問題 各位同學 台灣面對的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愚人之傳的問題 如果選舉沒有用 你要怎麼辦 革命嗎 事實上雅典最後就是敗給斯巴達了 佩羅賓尼莎戰爭 你那個故事當中 全世界最像邱西底德陷阱的國家 影響最深的極有可能是台灣 不是開玩笑的 對不對 如果你稍微有一點歷史感的話 至少我們在歷史的經驗當中 會很驚訝於發現 原來2500年前的哲學 居然在今天是可以活用的 是一個值得我們討論的一個問題啊 找這個人是找不出來 選舉是選出來 唯一具有妥協的可能性 那這也是好啊 這也是應該要注意的 所以說這個就是 說不清楚的政治 蘇格拉一直不斷地問什麼是德行 這個我講的德行Virtue Virtue它裡面一個重要的意思 就是你的能力 Virtue我們把它翻譯成德行 德行 行為 有道德的行為 其實那個中文裡頭能強調道德太強 你的出身 你的長相 你的財富 你的能力 你處世的能力 都是你的Virtue 如果你去讀馬基維利的君王論 他會覺得說 每一個人要當君王的人 一定是Virtue跟Fortune之間的鬥爭 你的Virtue是你的能力 你的Fortune是你的命運 50%的Virtue 50%的Fortune 兩者之間的鬥爭的結果 那你的Virtue要像是一個人一樣 用拳擊 用打的方法 把你的命運給打得服服貼貼的 你這個就是個君王 這是馬基維利的君王論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內容 就是要強調Virtue 那沒有人強調什麼道德不道德的問題 所以說 那麼在這樣子的話呢 他不是認為每一個人都能夠有足夠的德行 更明顯的是擁有這個德行 擁有這個能力的話呢 要做他能夠勝任的工作 這個就是人盡其財的一個主要觀念 所以這一點 與一般雅典公民的想法很不一樣 那雅典公民要的是一種自作自壽的政治 蘇格拉底卻認為政治對象不是平等的 更不是由大家推選的 但是到底是誰 他沒有說得很清楚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講 從某種程度來講 蘇格拉底的話呢 讓人家想要殺掉他 是因為他碰觸到最深刻的哲學問題 這個國家該由誰來帶領 在一個已經制度很明顯的 同學們現在陸陸續續都已經可以開始 感受到我們目前產生的一個變化 目前產生的變化裡面主要的一個 一個影響的一個範圍呢 主要就是說這個政治 人確實是政治的動物沒有問題 這個政治確實決定了我們共同的未來 這個也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由誰來領導我們 或是由什麼樣的制度選出這個人 來領導我們是我們面對共同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確實是當初 所剩下這個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也是他要被猝死的主要原因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制度環境下 也會發生這個情況 所以說蘇格拉底的話呢 他我們現在談一下他哲學裡面的內容 蘇格拉底的哲學很特別 跟孔子一樣素而不做 素而不做 所以他強調的是一種人性的研究 第一個的話呢就是他不談自然 他是談人 所以在蘇格拉底的哲學當中的話呢 不會談what is 而只是在談人的本質是什麼 正義啦 德行啦 然後什麼叫做這個道德啦 什麼叫做真理啦的這一類的問題 所以這個 我們下一堂課兩小時課會談到自然哲學家 因為我寫了一本書叫求真 那裡面就專門談那個自然哲學家 那另外的話呢 他這個理想性格的知識分子 理想性格 就是說他會認為說 真理是可以到達的 那麼他一生中在 辯護篇裡面最有名的話是 Unexamined lif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就是不值得活的這個生活 所以說 蘇格拉底的地位在探討 叫倫理學的經濟 尤其是生命的價值上 那麼這個是作為這個哲學的定義 我們這堂課叫哲學的定義 是讓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哲學是一個commitment 是一個lifelong commitment 是一個對於自己生命上的一個尊重 那麼事實上的話呢 我們講解這個西洋哲學其實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在講哲學的定義 被蘇格拉底的這個生命所定義的 另外一個是講自然哲學的發展歷史 這個我有寫一本書了 我們下個禮拜會碰觸到這一部分 但是在選用材料上 從蘇格拉底講起比較容易進入哲學意境 這是我的一個選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做這個考量的時候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何讓你活用哲學的要領有三點 第一 不要拘泥於引經句點 不要濫用術語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這個詞意解釋 就是用這種什麼希臘文怎麼講 法文怎麼講 英文怎麼講 這個浪費時間了 第三個的話呢 哲學要活用一定要有切身的感覺 切身的感覺 我覺得我今天講到 蘇格拉底面對的政治的問題 或者古希臘雅典 古雅典面對的政治問題 跟我們今天在台北遇到的政治問題 幾乎一模一樣 幾乎一模 尤其是我們在台大上課的時候 有人會覺得說 有人會覺得說 老師如果 我這樣講按照我自己原來的想法 因為事實上很多同學跟我想法不一樣 如果認為說 假如我們對於自己有期許 我們對自己有期許 認為說 你在台灣讀台大 你就應該告訴自己說 你要面對所有應該面對的挑戰的話 那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 跟蘇格拉底所提出來的問題 非常類似 非常類似 他們的結果 最後他們所造成的結果是個大災難 如果你讀過佩洛貝尼莎戰爭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一個國家經過民主制度變強 後來又因為了民主制度而滅亡的話 那對於這個國家所有的人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可是 可是 我們今天在台北所面對的情況 也是有類似的發展的情況 所以可以討論 我並不是說要模仿 可以用他們的經驗來談 至少有一件好處什麼呢 至少有一點好處是 同學們要了解 這個層級比較高嘛 意境比較高嘛 你如果用老外講說 You know the problem Socrates faces is exactly the same like the problem I am facing now 你不覺得 那老外一聽嚇壞了 Which Socrates you mean 他一定會很驚訝嘛 對不對 實際上的話我想了很久 確實是很類似的 確實是很類似 至少在這一方面來講 你用這個哲學的高度 把你自己拖上去了 同樣要有這個自信心 所以我今天告訴大家 要讀很多很多東西 慢慢來我經常會重複的 所以說 那麼 所以說這個蘇格拉底的話 這個個人的這個介紹 我就給大家 因為我們這個投影片 都會上傳的 在Saber的網站上上傳 然後有書要大家讀什麼的 所以這些投影片的部分 我已經都講過了 我也不多說了 那麼蘇格拉底他被判死刑 這個死刑是我們一開始上課的一個要領 那今天第一天上課嘛 我也就把這個重點 讓同學們稍微了解一下 我的重點只有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要活用一個哲學 你要用這個哲學 然後你要選擇 比如說 你選擇中國哲學 什麼心啊 性啊 什麼本體論啊 什麼的 這個有一點飄渺虛無 不是說他沒有用 是你要割好幾個層 但是我們選擇 蘇格拉底作為開頭的時候 他很直接 因為他死了 他被判死刑了 所以大家就會問 他為什麼會被判死刑 他判一個人死刑不得了啊 對不對 判一個人死刑的話 這個驚天動地的事情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我從頭到頭就活在這種陰影底下 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人被判 一個很好的人 偉大人 被莫名其妙的程序判了死刑 這個影響非常震撼 不一定每個人都像我這麼幸運或這麼倒楣 從小就遇到這種故事 但是你可以了解到這種事情 他的活用的可能性是自然而然的 就是automatically arises 更不要說他本身就是哲學的起源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這個訊息我要告訴大家 那麼 所以說 蘇格拉底是哲學家的典範 他的典範就是因為他有一個好學生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大家完全不能夠了解 就是得天下陰材交織 人生一大樂事 這個道理 是我已經是放棄了很久的想法 最近又重新燃起了這個希望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學生的話能夠看穿你的想法 能夠把你的想法觀念能夠發揚光大 我跟大家說過 柏拉圖絕對是 所有學問中的精品中的精品 絕對是所有學問中的精品 理由很簡單 就是因為他是寫作的天才 這個天才沒有話講 那他哲學中的 蘇格拉底是哲學中的第一位殉道人 也說明了為了理想 生死不足 懼怕 所以剛剛有同學結論 讀了Crito Crito就是他完全不怕死 要被判死刑等等 在死後的世界反而是一個更好 更有機會發展的一個世界 然後對於蘇格拉底來講的話 這件事情不怕死 然後西方另外一個不怕死的故事 就是耶穌基督 雖然我不敢講西方哲學可以跟西方基督教比 但是他的震撼力是一樣的 這個呢 為真理而死 所以因此一切行為跟信念 都是以求真為主 而不以感官為限 這是重要的 好 那麼蘇格拉底的哲學的話呢 我大致上的分成四點 第一個檢驗生命的目的 這一點的意思是說要不停止 不停止的檢驗 實現生命的價值 那麼堅持理想 第二點的話呢就是 也非常重要 因爲什麼呢 因爲哲學當中啊 大家知道 哲學思想當中 有一個矛盾 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天生的哲學家 包含我 每一個人都是天生哲學家 為什麼 因爲 你做事情 會有一個目標 會有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 還有實現這個目標以後的下一個目標 你是有一套philosophy的 比如說你爲什麼要受教育 你在小學中學的時候你可能搞不清楚 像我們剛剛有同學天生哲學家 問說有沒有人想好自己這一輩子不工作的 馬上他媽 三、四個人舉手我嚇了一跳 我真想找你們約談一下 到底什麼 什麼哲學理念是讓你們變成這種犬儒學派的 我真的還滿想interview一下的 我就講 有些人不用上課就100分了 完全超越老師的境界了 每一個人都是天生的哲學家 但是是什麼哲學你知道嗎 每一個人天生就是懂得自己生存方法的哲學 相對主義者 相對主義者 就是我活在我的環境 認為我周遭環境是最好的 每一個人都是relativist 所以有很多人很討厭聽到別人介紹什麼新的規範 要學新的東西 學新的麻煩、囉嗦、什麼留學 莫名其妙 我會的我東西、我熟悉的東西 這種人有沒有辦法存在? 有啊 這種人喜不喜歡他存在的環境? 當然喜歡啊 鄉土行的人就這種人啊 對不對? 人家對不對?他絕對是對的 為什麼?他要的就是這個 他如果採取東立下優然見南山 我哪裡不對? 日出而作、日出而喜 本來就很對啊 這都是一種philosophy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這種philosophy跟他那種哲學什麼不一樣? 蘇格拉底影響 就是哲學透過不斷的討論 可以達到客觀的真理 請同學注意這一點 主觀的理性 主觀的理性不應該主觀 但是主觀的理性 就是認為自己都對的人也是一種哲學 但是叫相對主義 就是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想法 我們互相尊重 這在台灣是最普遍的 蘇格拉底教我們說不行 要因為言語上的衝突引發討論 而可以達到客觀真理是第二點 所以說然後呢 每一個人當你遇到真理的時候 你會有那種喜悅感 Aha! Experience 這種喜悅感你們都有過經驗 你做一題數學 一開始沒有人會 後來發覺全班只有你一個人會 你得到數學答案的時候 那一秒鐘真爽啊 得到真理的快感是真的存在的 希臘人有一個字來形容這種快感叫Apodexis 就是這種Apodexis是講到 得到數學真理的那種快樂感覺 所以說你要提出思考 就提出問題進行對話 自我檢驗 所以蘇格拉底的哲學 我們稱之為Ellenkes 來 你好 就像我剛剛舉的一個例子 你做數學題目的時候 比如說哪裡當例子 或你近一點哪裡當例子 數學題目一下來很難 一定有一個經驗 乍看不會 然後想一想 想一想 突然 想到了 對了 很有把握了 覺得答案就在這邊了 對不對 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 有 高不高興 爽不爽 爽 不要再形容了 再形容了 就這種感覺 來 那如何就是不會讓自己陷入 就自我感覺良好的那種狀況 好極了 數學不會讓你陷入自我感覺良好 因為它有一個推理的過程 我講的Alphodexis是不是在講 有了答案快樂 而是享受那個推理的正確性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數學的推理的過程 那個Inference 你數學屬於不同的系統 你歐式幾個學 跟非歐幾個學 那個推理是不一樣的 所以答案是不一樣 但是你享受那個推理的過程是固定的 而且那個推理的過程 你這個問題太好了 數學沒有自我感覺良好的 我告訴你 我物理系認識一個很有名的教授姓高 高永全 他有一次跟我講說 他現在最 不是講得這麼直接 但是說他上課前一定要準備一下 其實他說的意思是 教二十幾 二十歲不到的小鬼物理數學很痛苦 因為這些小鬼 他一看到你推理的方式不夠直接 他馬上就舉手說 連是那個有社交障礙的人都 亞斯伯格陣人都會舉手說 這個應該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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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用應該你知道嗎 只有這個Mathematical Inference 會有這個應該這個字眼 其他沒有 其他不存在的這個情況 所以你他沒有自我感覺良好 但是你用寫一篇文章有自我感覺良好 開玩笑 一字千金 我這篇文章你要能夠改一個字 我五百塊給你 不可能 就會有這種 怎麼不可能 這個都是鬼扯 所有的文 不是說所有文章都是鬼扯 但是絕大多數 他都有可能被 被Prove Read 可以被進一步的修改 但是數學沒有改不改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就跟他講 我說你怕出錯 所以大家喜歡數學 數學不會出錯 就這個道理 所以就這樣子 你還有問題對不對 我剛剛問的 不是說那個感覺是什麼感覺 說他們怎麼知道的那個是真理 還是說真理只是他們推理的過程 真理是推理的過程 不是答案 推理的過程不會錯 所以大家都有這種推理的過程的這個經驗 有推理的經驗 是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哲學的最高的意境 就是要把像史比諾莎 史比諾莎聽過吧 史比諾莎算了 史比諾莎他認為說倫理學是最嚴重 涉及對錯 涉及對錯這個最重要 所以要怎麼樣呢 要用幾何學的推理的過程 來證明倫理 是一樣的 所以就要把這個不會出錯的經驗 轉嫁到倫理的討論 是倫理學的經驗 就這種概念 是這樣子 這個同學他是哲學系的 所以他會問到比較深刻的問題 這是我安下的裝腳 好 好 那我最後幾張投影片 我把它交完以後大家看看 大家 就是說這個蘇格拉底的哲學的話呢 就是完全在對話中 我不叫Ellenkes 希臘文叫Ellenkes E-L-E-N-C-H-E-U-S 你查 你就知道這個對話的方法 對話的方法其實很棒 就是你提問 對話 然後呢 那你提問後呢 大家要捍衛自己的立場 然後你要把你的真理傳遞叫做反諷 來 你說 老師剛才說呢 真理是那個探討那個過程 對 擁有推理的過程 我們不知道這個是 是否是最終的一個結果 我們不管 對 只有上帝知道 我們只是管那個過程 我們是否滿足 是這個意思 對啊 不但是否滿足 我們是滿足的 每一次擁有真理都是很滿足的 但是這個真理呢 在個人滿足的過程中 一旦在別人的眼裡 就會發現新的問題 所以人就一直活在這種 擁有真理 又失去真理 擁有真理 又失去真理的過程 我強調的過程 來 來 你發問 那哲學推理跟資學推理一樣嗎? 哲學推理會有自我感覺量嗎? 哲學推理有可能 他脫離資學方法的話 對 你問的問題很好 所以 你旁邊那個小花助教 他就是有名的做這個邏輯推理的人 對他來講 跟對我來講 哲學的推理 要維持在數學推理的這個路線上 首先 我先強調 數學推理是最完美的推理 但是他因為完美到 他跟現實世界沒有關係 所以你談戀愛不可能談數學戀愛 我講個笑話 有人講說 有一個澳洲人講說 我用 請個數學家來教我 怎麼樣可以在一個農莊裡面 養最多的羊 然後那個數學家講的第一句話 他就說那不要了 他說什麼話 他說讓我們假設 每一個羊長得跟球一樣 他就不要了 因為這句話就說明了 這個數學家他完全跟現實世界不接觸 我們哲學家比數學家好 好在哪裡我們用自然語言 有這麼好笑嗎 自我感覺到 自我感覺到 我們哲學家就用自然語言表達 可是自然語言就是接地氣嘛 就跟人生 我講的話你都聽得懂 可是我們哲學家唯一要走上 不會偏離真理的道路的方法 就是透過蘇格拉底的對話 就是你會指出我的錯誤 我會想我到底有沒有錯誤 就經過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 這個對話我們叫做辯證 叫做Dialectics Dialectics Dia Dia是兩個人的意思 Dialog就是兩個Logos 這個是對話 Dialectics是 讓語言成真的那個道理 叫Lecta Dialecta就是兩個人交換 讓語言為真的道理 這個是重點 就是就是數學他跟現實比起來他是 他應該是一個完全抽離的中意 還是他其實只是太過單純而已 如果他只是太過單純 他可以堆疊到跟現實一樣豐富 他那個什麼 他可以堆疊到跟現實一樣豐富的程度 足夠多的理由就好 對 但是他永遠是講的現實中最理想的部分 最理想的部分 但是現實中不會是理想 來 那如果物理學 物理學的時候 他就會是理想 可是物理學家常常會自我感覺嗎 對 物理學跟數學系的差別 就是物理學是應用數學 這裡有沒有物理系的 物理系的話 學到最後學那個場論跟旋論 其實比形上學還抽象 那完全是數學裡面的空間 把他放在現實當中來應用 那當然會很抽象 我們哲學基本上的話 現在也有很多人做這種 物理學哲學是做到這一部分 問你說你怎麼會對於場論跟學論 有這種tangibility 有經驗的感覺 是問這種問題 但是純數學家他不管這個問題的 純數學家他是不管這個問題 我們哲學家的話一定要回到人生中 對不對 那我的問題就是 既然是自然語言 那不是會受到語言本身的影響 德語 漢語 日語 英語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如果你 對不起 我們課上完了 最後一章 如果你認為 像我們最近在中國哲學界 就出現這種人 中國哲學界就是 他們會認為說 如果你不懂中國 你根本就不懂中國哲學的經驗 你不等中國哲學的本體論 跟他的純有學 就 其實基本上是鬼扯 為什麼 那洋人很不服氣啊 那洋人說的話 那你們學英文不白學了嗎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每次講到說 是我們現在台大哲學系的西方哲學組 做的到底是 是西方哲學 還是漢語的西方哲學 就有這種問題 我自己馬上到北京大學去開一個漢語哲學 就是你所有是中國人 讀的西方哲學 讀出來用中文寫出來叫漢語哲學 這個觀念完全錯誤 為什麼 因為你不管 這個理念是用中文陀載的 就是講中文、法文、德文、英文、西方牙文、意大利文 通通像是一個車一樣 他載的東西都是真理 是真理就是一樣的東西啊 如果用語言可以影響到你的對真理的認知的話 那個這個就是相對主義啊 那個是有問題啊 有很多人講說用台語 你不用台語 你不知道我的感覺 我承認 你到了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時候 一看到一看到 假徽本 哇 長壽的 哇 假壽 這個我感覺到有感覺 但是並不代表它是真理 並不代表它是真理 為什麼 因為你遇到事情的時候 你做起生意來講的話 管你什麼台語、英語的都一樣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碰到過很多大陸人 他們英語不好 他們在外面倒是樣能做生意 他們就跟我講說 你計算機拿出來 比人家便宜十塊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講 這個是不依靠語言的真理 這才是真理 所以說這個 你問的問題也很好 你還有問題 對 他的意思 這樣的意思應該是說 每個用不同語言 你會找到真理的不同的 我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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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 我不接受 如果我接受這一點的話 完全違背了 說不會英文的人 永遠不能夠了解英文的真理 我不太接受 你還不能是不懂英文探索真理的方式 可能 因為你不懂英文的方式 你就更不懂 但是那個真理顯現出來 比如說我最近得到一個 我最近正在寫一篇文章 我就會發覺 當我們在詮釋古代典籍的時候 西方人也詮釋古代典籍的時候 他們用的方法 基本上都是用反省的meditation 就是那種近思的方法 沉思的方法 為什麼近思跟沉思方法 會同一種方法來呢? 因為你要掌握真理的時候 你一定要擺開所有阻礙 你獲得真理的方法 然後最後你會發覺 真理應該是自我呈現 而不是說透過哪一個鑰匙 打開這個固定的門 才會有門後面的真理 跟其他的門真理是不一樣的 應該沒有這個事情 舉一個最簡單的 倫理學就說明了一切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 如果沒有這個信念 我問同學們 我本來想下課的 但是這個問題太重要 因為現在 我們面臨的 整個是一個政治制度的選擇 然後你們未來 我馬上就20年後 這個問題20年後解決不了 以後就是你們在考慮這個問題 如果你們當中有哪一個人認為說 如果你不懂中文 就不會有中國的道理 那我們對 我們的對岸絕對超過我們 他就義無反顧的 不用任何的改革 就直接長去直下 不考慮了 就變得比人數比力量了 我們現在相信的道理 是相信有一個普世價值 他不跟隨哪一個特定的地理領域區域而發生的 像只要堅持這個道理 有一些硬道理 做生意的可以 但是政治制度 人是一個政治制度 比如說人 人生而自由這件事情來講 你用什麼語言講都一樣的 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那這個問題太重要了 這個可以說是 這個問題 我願意以後我們單獨地討論 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課都可以不用上了 害我白準備了 還好我還沒準備完 不是這個關鍵太重要了 對不對 你不覺得嗎 如果說相對主義 相對於不同的語言 比如說大家都會認為說 德國人是因為用了德文 最近有一本書 我還讀了 我還寫了推薦序 說 說德文的表達意思 永遠認為 對於未來當成現在表達 所以說他有一種強烈的時間感 會顧及到時間上的概念 現在還是 對 用 對 就是說 現在是用未來表達 所以有一種未來的一種規劃的感覺 然後說想來想去後呢 說這個 這個世界當中有類似的表達 中文也是這樣子 比如說有明顯 雖然我們沒有時態嘛 但是我們在表達上來講 是用增加這種未來感來表達現在 然後說 所以說這兩個民族 都特別懂得如何賺錢什麼的 可是我在歐洲住那麼久 我發現德國人跟中國人差別太多了 但事實上我覺得周遭的人 我覺得歐洲人還比較像 所以我覺得 這種用語言來決定生活方式的想法 絕對是個錯誤 絕對是個錯誤 我都覺得 不是以語言來決定那個哲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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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個錯誤 剛好大家同一個文化的人 都說同一個語言 這個 我先強調好 我上課有個習慣 我要絕對講得非常affirmative 或是purely negative 讓同學有思考 所以我說這絕對是個錯誤 讓你就會發覺 你只有選項就是接受我或不接受我 簡單嘛 我講說這個可能是錯的 那你等於白學了 絕對是個錯誤 你這個文化上也絕對是個錯誤 為什麼呢? 文化上容易產生 因為那個語言會造成這個affinity 一種親近感 語言會造成一種親近感 而這種親近感 有的時候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有的時候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所以你接受這種情緒 比如說中國人那個家庭跟受教育的概念 就是如交四七黏在一起 爸爸跟兒子的帳都算不清了 對不對? 這個好不好 也好也不好 這是文化 我承認 我也屬於這個文化 但這個文化有沒有可能改變?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所以說文化決定了你的行為 這件事情是一個錯誤 但文化有沒有可能影響你的行為? 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一般人沒有做哲學上的訓練 那就絕對影響到你 像選舉的話 所以在台灣要改變選風很難 我承認 因為有很多人記得利益著 他不願意改變的 他不願意改變的 對不對? 這個裡面要講的內容就非常多 有些人的話一到選舉語言 全部變成台語 為什麼? 有利啊 有利可圖 所以他不要改變啊 對不對? 但是你上課的時候 突然一下子講活用哲學 阿龍共大義 就覺得很奇怪啊 對不對? 就感覺上沒有利啊 對不對? 是這種情況 我也講不好就是 同學們 真的沒想到高潮到最後才來 當我想要休息的時候 居然高潮就爆發了 也沒時間 也不敢再叫大家發問了 我知道還有很多人想問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你那個手已經快舉起來了 最後一個發問 沒問題好 那非常好 饒了大家了 那就這樣子 那我們下課了 休息了 今天才有講的 我來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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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來講好 我來講好 我來講好 我們下課 就不會再講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